好 继续来看到花莲县议会的第二十届纪律委员会 针对迪布斯依赖被关麦引发轩然大波一案进行讨论 决议认为迪布斯有损议会的形象 希望他能够在脸书导正 并且在媒体公开向议会道歉 那么花莲县议会7号也召开一读会议场秩序争议的声明记者会 来导正视听 他有说他在会外的行为 你们怎么可以用纪律委员会来处分我 那我刚刚一开始我有讲 那这个是我们纪律委员会委员也表达了 这纪议会和谐 那也不希望说到更大的困扰 所以才会以希望他不要在外面做这样的言论 所以希望相关的撤除公开道歉 那如果他坚决说这个不符合法治 那也有委员表达 那就是他们会做其他相关的应对处置 医事组主任余玲林也说明自己的立场 我只是觉得很难过 然后我觉得你很用心帮人家 你不会得到回馈 然后我相信有很多议员 不管是国民党或民进党或其他人 当他们来找我帮忙的时候 我是不会分党派 我会请全力帮他们 那我自认为是一个很认真负责的公务员 然后我觉得我并没有什么错 那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受到这样的对待 那只是很夸张 那最后原来是他搞错了 然后他在G6委员会的时候 他还很得意洋洋说 因为他就是有很多法律幕僚 我觉得他的法律幕僚很糟糕 连地支法48条都不懂 然后我觉得这是很讽刺的 然后动不动就是要以议长的决定 或者是程序委员会的决议 或者是大会的决议来质疑我来咨询我 我不知道这样的水准 真的你可以沾沾自喜吗 那反正我们在议会 我们行政人员 我们只是列席人员 我们没有主动发言权 就算来程序会也是一样 就算你议员讲错 我也没有办法当场质疑你 我希望 其实在纪议委员会 我是以关系人到场 我讲的第一句话也是一样的 我是因为关系人 所以我必须去帮忙厘清 但是毕竟我是协助他们的 我只是议会一个小螺丝 以这样的身份 我不希望迪布斯议员受到惩戒 然后那次也不是我发动的 因为我一个行政人没有无权发动 那是纪律委员他们的事情 但是我觉得我个人那种思想 因为我觉得原来他是搞错了 那这样也没有关系 其实以后应该要把他厘清 我今天之所以愿意把这些都讲下来 我觉得 我觉得我真的是挣扎很久 可是你错误的观念 我觉得你若连这个都搞不清楚 真的不要大声说 会被人家笑 历史书主任余林表示 他是政派的公务人员 并不想绝入这场风波 也请现代替他能够理性 做好进度的工作 为花莲相亲争取最大的权益 记得终于欢收到